今天又是礼拜四晚上的LIFE 今天又是这两位女神级的Brighter Specialist 我们有美玲 还有妹 你好 来飘选一下看谁最漂亮 今天的话美玲要跟我们介绍些什么主题呢 今天是介绍 about V-neck 因为最近蛮流行就是客户蛮喜欢选那种露被装的 所以今天我们的主题是 就是怎样就是blow bag的wedding gown 怎样比较适合different kind of customer 就是怎样的look 有view型的look 还是V-neck的look 比较适合customer 然后look 怎样的accessory 然后怎样的hand style to match也是 就是今天会跟新娘们介绍要如何穿那种比较性感一点点的衣服 就是V bag跟U bag 是吗? 对 就是属于挖背的啦 就是背会露比较多一点点的 可以 那一般上 像V bag跟 你帮我们instad讲一下这个 讲一下什么 每天都介绍这本书 对呀 人家没有留言都没有拿到 什么意思 没有留言 要留言才有拿到吗 没有留言当然不是拿不到咯 不需要留言 是怎样赢得这本writing planning的书呢 如果你们觉得今天的topic很适合那种assisting customer 就是他们刚好要就是 就来要搞selection的话 可能那些bride他们有兴趣on low bag wedding gown的话 都可以share给你们的朋友 at least希望这个topic可以帮助他们也是 嗯 so 怎样赢得这本书呢 就是如果有share你们的video to othersprite的话 print screen and send to我们的facebook messenger 就可以赢得这个啦 有几本啦 要送出几本 一本 一本 所以最快的人就会得到这本书 为什么我们今天会come up这个topic 是上个星期我们有问 就是facebook里面的customer 就是他们比较有兴趣on gown的topic 还是比较有兴趣on photoshoot的topic so i think 80%的customer 都比较有兴趣我们讲 about wedding dress的topic so我们just pick one of the most common question 哈哈哈 因为最近 补充美龄的话 就是最近很多新娘都在找 比较可能 背部会比较 漂亮的 就是v bag 或者是you bag的 衣服啦 因为很多人都觉得 marshen进去的人都在看你的背 多多看在前面对吗 对因为有一些customer 可能不习惯穿too sexy前面的 so at least他们觉得 可以有一个焦点就是在后面 对就可以show一下back这样子 那你自己本身喜欢v bag 还是you bag呢 还是不要穿 只要录背 不要录前面就好 为什么呢 嗯 嗯 没有东西 哈哈哈 ok明白 就是没有 每年意思说他的背 比较漂亮啊 对对对对 传说真的背多分 嗯 可以 那你可以跟我们新娘们 介绍一下什么是you bag 什么是v bag 对吗 嗯 通常我们会 contour me 你们看U-Bed Wedding Dress 还有V-Bed Wedding Dress 的膏 可能可以转一下那个镜头 至少我可以给你们看 诶 怎样的Bed 适合怎样的Body Propulsion 我需要转一下这个啊 这个的话 可能我也需要 Jimmy来试试一下 什么是U-Bed 还有什么是V-Bed 来这边 这个Wedding Dress 呢 是属于比较幼稚型的 就是挖的没有这样低 对 所以为什么有一些Bright 他们会选幼稚型的Wedding Dress 是因为在这个Wedding的部分 它会有Support 所以有一些Customer会问 诶 我又要穿Low-Bed 我又要有Support 如果要比较Flattening的话 我们都会订阅他们可以这样的Customer 嗯 因为这个位置 at least有Support 所以在前面的话 看起来那个Body Shure就比较好看 嗯 就是说那个拉链接口的地方 没有这么低 对 所以在腰 然后准腰那边的话 就会有一个 就会有一个Support 就是这边 对 我神秘的手又出现了 那就是到这里 一般女生的腰就是在这里 就是准腰咯 所以这边是腰下一点点 嗯 所以通常比较 要看起来比较修长的话 就会选择这样的款式 所以它在腰的上面 这边准腰的地方 会有一个Cut 好 来美琳给我们介绍另外一个Cutting OK 另外一个呢 它是比较V的 V的 哇 它这件衣很美嘞 嗯 可能May可以讲一下 这个V的Cutting 啊 我为你要说May可以穿一下 哈哈哈 给她给她一下 要May穿的话留言咯 呵呵 我们就让May现场换给你们穿 哈哈哈哈 通常好像比较 所以比较丰满一点的 就 比如说 像我这样子的身材的话 比如说 如果我们要录后面的 比较瘦的话 通常我们会有做成一个Mesh 所以它at least会比较有支援 看起来 不会好像 太低的话对吗 然后 到时 我们的胸围的这一个部分的话对吗 然后它就会好像没有支援 因为通常好像 我们比较 丰满的话 要有这个Mesh cover 然后你就会有觉得那种 比较安全感 嗯 就不会觉得好像胸这边 会很松啊 嗯嗯 就是整件衣服 它虽然也是比较Sexy的一个V型的 背 可是它会有那个网去支撑 对 整件衣服的重量 所以你会 显得包覆性比较多 也会显得比较瘦 嗯 一定很多新娘都要看得比较瘦 对吗 嗯 嗯 然后还有一种是比较漏的叻 就是可能整个可以看到完的 可不可以介绍一下 就是这件 就是 来 慢慢过去 OK 这个是挂在衣吊上面的 所以可以看到那个 背是比较挖出来的 就是比较低的 嗯 这种会适合什么人穿呢 这种的话好像 比如说 好像太 太那种很瘦啊 嗯 还是 怎样的话 它穿的话 它这边的话 就会比较很松 嗯 就像好像我们改了你们的那个Size 对吗 嗯 它还是会觉得很松 很像会 一直要走 走光这样 嗯嗯 所以我是建议好像 比如说 好像也不会太肉的人啊 嗯 太丰满的人 所以我们连穿了会 好像没有support 因为它太肉了 嗯 所以就是身材 要比较标准一点点的 嗯 OK 准备一下 虽然这些都是路背的 所以 其实只要 因为有些customer 他们现在recently 是比较喜欢那种 路背的wedding gown 所以我们通常都会suggest 他们according different模式 所以如果你们会喜欢 后面路背 然后又不喜欢有match的话 我们都会建议customer 有一点support的 就是 unless 我们的body shoe 是比较hourglass的 就是 穿什么都好看的 这样子 你就可以totally 入背 嗯 如果是可能 因为我们ancient的话 我们做过每次比较多 是做下来 so 可能有一些tummy 如果你要比较flattening的话 我都会建议选 这样的 就是比较高的 就是会有一些support 在后面的 嗯 其实很像 补充美琳的话 这种v bag 有时候你们选 可能你们觉得 不太有support的话 通常我们可以 偷偷在这个地方 在一个小勾 他就会把那个 准腰扣上来了 所以准腰扣上来 他就好像 这种e的感觉 他就会有那个support了 这些你就可以 交给我们专业的 brider specialist 帮你们做 来试了衣服 他们会帮你介绍 对 如果不适合 如果不适合的话 可能就要找一些match的 so 就比较有安全感 要不然的话 你们show太多的话 有没有support 有时候可能 会有一点小走光 unless的话 我们可能actual day的时候 走光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打马赛克 所以不用担心 哈哈哈哈 开玩笑的啦 尽量不要走光 so 我们现在要讲的是 呃 如果customer 他们需要 穿 预备的wedding gown的话 有什么需要注意的 嗯 可以将那个镜头 抓开过来 可以 真的可以去面对你了 哈哈哈 哈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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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们有什么any question 的话 都可以在下面to comment 还有Jazz啊 你没有跟Jazz想哈啰 哈啰 哦对对对 哈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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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通常如果我们穿路背的话 哇 before actual day 我们需要特别注意些什么 呃 maybe Jimmy 你的镜头要转一下 哈啰 又是两位美女 哈哈哈 嗯嗯 Ok so usually 如果是 before actual day 的话 我们需要做些什么样的 保养吗 就是如果customer 今天选一个 totally low bed 的一个wedding 然后我们需要做怎样的一个保养 通常会建议客人就是 of course你要录背的话 背就要很光滑很漂亮 可以去做磨砂 可以去做SPA 就是把整个背保养的漂亮亮 所以当天 Machine的时候 整个背就很光滑 有时候也是可以叫化妆师 帮你上一点点亮粉 其实有亮粉的话灯光打下去 就会抚平了整个背的感觉 对然后before actual day 可能要award to吃太辣也是 因为有时候我们如果是 就是不习惯吃辣的话 可能one week before 我去吃麻辣锅 我去吃 就是那些 烤串那些 然后可能背部有病毒的话 瘦出来也是不好看 然后通常我们也不建议 新娘去做游泳啊 就是在下午啊 这种时间会有三天 会有那种天类 看起来就会有一条线在后面 其实没有那么好看啦 所以通常结婚前就是好好保养自己 然后如果有时候背部有痘痘的话 也是建议你们 如果要挤的话 就是两三个礼拜前去挤 给他挤了之后消肿 不要就是一直在两三天前 你才last minute去挤 有时候反而会反效果 然后有没有怎么样的人 比较适合穿low bag 或者怎么样的人 其实不适合穿low bag 其实基本上你可能在网路上看 会有跟你讲 可能瘦的适合穿low bag 还是中等身材的适合穿low bag 然后试一试 你才知道说那个感觉 因为自己去看 好像我有遇过客人是属于 他会就是那一袋那边 会有多一块肉的 所以虽然他很瘦 可是他怎样穿都会看到 那个肉的折痕在那边 就没有那么好看咯 如果是你穿low bag的话 所以这个真的是见仁见智 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如果我又想要show我的bag的话 可能可以选有mesh的啦 可能就cover up 这个是first option 第二的话呢 而且mesh它也会有 因为mesh就好像你开眉肌的效果一样 它有那个 因为我们做的衣服的 网的颜色 是属于我们亚洲的柔肤色 所以穿上来就好像 穿了一层死瓦在背部 就很漂亮 适合我们skintone的一个mesh 如果不是的话 可能要去做一下运动 就是给他背部有一些线条 这样我们show bag出来的话 就会比较好看 嗯 那请问比较私密的问题 就是一般客人会问 内衣方面要如何选择 你有问我们 等一下啊 so 如果是容易晒黑的customer 就是会advise他们 to get low bag吗 that's what what's my need to be on the next 就是有些customer 可能他们做工序要晒到太阳 所以他们可能会有那个10 line so 这种customer 是不是适合选low bag呢 其实如果是你会晒黑的人 其实可以 穿是可以穿 只要你的肤色均匀就ok了 其实肤色不是说黑啊白啊 这个不会影响到你选的衣服的款式 只要你背部来晒了是均匀的话 其实就没有什么大问题 就是如果没有那个bikini line 很明显的一个很obvious的 一个10 line在那边 都ok to 选low bag的 只是选的color tone 是不一样而已 对 会免记得帮我按赞哦 我懂的是谁哦 哈哈哈 可能可以学这个live出去 嗯 所以 你还没有回答我那个私密的问题 什么私密的问题 就是内衣要如何解决呢 如果是穿礼服的话 ok so 如果是有mash的话 maybe你可以讲一下 有mash的话 一定他们适合穿什么样的bra 只要在园里面的前一两个星期 不要穿到太过紧的bra就可以了 因为它紧的话 它有那些印 嗯 so 如果是有mash的话 我觉得 如果它前面不是dipvi的话 你们都可以穿normal的silicon nudebra 因为你们看不到那个code 如果你选一个dipvi的话 maybe可以用那种tape 那种叫什么tape啊 nudebra的tape 就是粘上去的 因为如果你又后面露背 又mash的话 前面dipvi的话 有时看到那个code 就不适合translicon nudebra so 如果是那种wedding dress totally low bag的话 我们也会看他们的size是怎么样 for example 如果是它胸部的size是比较大的话 我会建议它穿有support的 如果它是low bag 然后前面又有mash的话 你其实里面可以穿一个有support的corset so at least你的shape看起来是比较好看 然后不会说有一些肉跑去后面 如果是胸部比较小的话 就好像我这样 那通常你会穿什么 就就 贴两个胸贴就好了 就好了真的真的真的 其实补充美玲的话就是因为每个人的身型 胸型可能都不一样 所以通常我们就会依你选的衣服 一般上我们的vignette衣服里面 我们也可以帮你加 padding 或者是减少 padding 去把整个型做出来的 所以就是交给我们的brighter specialist 去advise你啦 因为衣服的东西很subjective的 有时候看很美 穿起来就不一定适合你 有时候你觉得可能还好 穿起来可能就很漂亮 当然衣服也会经过修改 这些都是包括在我们label的服务里面 对因为每个body shape 适合的那个 就是跟他问的什么bra 适合怎么样的 就是要穿什么样的bra for low bag so有时候有mash没有mash 或者是前面是怎么样的netline 都会有different so这个的话我们其实 brider specialist都会advise你们 嗯 嗯 可以 那发型方面 Mailin有没有什么建议给 发型方面 就是for low bag 要放下来呀 还是 ok so如果发型方面的话 如果是穿low bag的话 normal头发你会觉得怎么样绑 是比较适合的 很像绑一些 design在后面的 或者是那种pony tail 或者是脸可以往这样一边下来做刻都可以 ok 因为穿low bag就是要low bag一点 对 如果是low bag 我其实是suggest可以bun out 嗯 那种high bun so at least你可以show你的bag 是很美的 so如果现在其实蛮多customer 他们喜欢放下来 就是maybe for first machine 他们要放头发下来的话 我都建议他们可以做一些刻 然后放在前面这边 so at least他们的背 这个背可以看到 对 因为如果难得是选low bag的 wedding gown confirm 这样photographer要拍多一点 photos 对 背要拍多一点 对 嗯 accessary方面呢 也没有什么建议 accessary的话 如果customer是选 好像刚才我们 show你的totally low bag的话 然后旁边又没有什么 design的话 其实可以有那种很simple的 后面有一些pull的 在后面这样子放下去都很美 如果是他们已经有mash 有一些laces 有details的话 我觉得真的不需要accessary 就是现在也是有流行一些 项链是往后面戴的 就是你戴过去 然后它会刚好在后面 垂直下来也是挺漂亮的 那个 所以mash in 人家会看到你的整个背 就会很漂亮 嗯 然后这边有一个 question so can you share which dresses are better for ladies with a smaller or bigger chest size so we don't show too much or feel too empty do we need to buy or we cut this will hop oh ok 嗯 so 佩如问的是 如果是 就是胸部比较大 或者比较小 小的话 适合怎么样的衣服 然后有没有 any special tips 或者 tools so 因为我们今天 focus on low bed maybe我们也讲一下 如果是 胸部比较大的话 net line方面要学怎么样的 如果胸部比较小的 有什么net line 适合 maybe may 你可以加一个 sample 比如说 比较有胸部的话 其实你可以选一些比较V net的 嗯 ok 可以 show 一点 露多一点 要看老公可以不可以哦 也要看家里有没有很多长辈 也不能这样子 哇 胸部大 然后又好像有点太过夸张 这样子 普通妹的话 就是 其实 commonly 有胸部的人 of course 你穿V一点点 可是上面要有 support 吊带啊什么 整个型就会比较好看 没有胸 通常我们就会 就会可能遮多一点点 可能露其他的地方 但是也是要看 新娘个人 本身的意愿 因为通常我遇过的 好像胸很大的 新娘都会 不要露的 对对对对 然后胸很小的 通常就会要露的 对对对对对对 这个是一般 很容易遇到的 所以也是看个人 有没有什么 preference 对 所以佩儒本身是属于 然后 惠明有问 我们有没有 provide any prod accessory for pre-wedding shoot 是有 include的 只是看有时候 你们pre-wedding shoot是 选怎么样的 location 然后选 怎么样的 wedding dress 对 因为为什么 如果你们今天 选一个greenery的 然后 就是穿到很夸张的话 你觉得 适不适合戴 其实 回应惠明的问题 就是看你选什么衣服 然后会配 什么样的 怎么样的 accessory 去搭配 还有看你要去的场景 也是 因为 呃 拍照是整体的嘛 你一定要整个感觉是对的嘛 不可能你去海边 然后你穿一个super long-trend boga 然后带一个 crowd 就很奇怪咯 可是如果你去很像 building的地方 这个造型就合理啦 so usually accessory我们是include的 如果你需要fresh flower 或者是fade flower的话 那个我们就没有include的 因为fresh flower megardist很难每天去找 对 对 瑞恩讲妹 is the best gown specialist 对对对 所以只剩他一个人 别人没有得做了 对对对对 所以有时候 当你们下来 选衣服的时候 brider specialist 也会advise 你们 而且怎么样的 details 比较适合 对 哎 Lukas也是有comment 因为他看到他的名字 哈哈哈 ok so我们有什么还要注意的吗 如果customer 选low back wedding gown 其实最主要我觉得就是 还是刚才我们前面有讲的 spa要做好咯 背部要make sure是很漂亮的 因为你不可能背部有toto啊 有bar 然后你录给客人看就很奇怪了 录给你的guest 当然有些背 可能有一点点瑕疵是难免的 可是这些有时候可以用化妆 一点foundation盖过去 其实不会有很大的问题啦 最主要选的衣服 要适合你们 穿起来很漂亮 走在上面 人家就会 哇 那个感觉我觉得是比较重要的啦 嗯 ok so有时候我觉得 如果你们选那个 wedding gown的时候 如果刚好要选到 low back的details的话 有时候我们也是看你们整个 overall for example有些人 他们的肩膀比较宽 或者肩膀比较小 选的low back的款式 都是不一样的 嗯 嗯 其实是肩膀宽跟窄 就是看那个衣服的 那个肩带 宽还是细咯 嗯 宽的就会比较多 covered rack 所以肩膀宽的人穿 宽一点点的 就会盖着 比较多啦 如果你肩膀比较窄的 你就穿那种 吊带式的 然后它就会把你的肩膀 好像把那个 破坏掉那个原本的structure 看起来你的肩膀就刚刚好 嗯 对对对 然后 然后 3.0就是适合穿 哈哈哈 包刀完的 嗯 没有啦 所以有些人 for example你的高度也会 affect到 for example有一些customer 他们会比较是partic size的 就是可能 15多cm的 所以他们选的low back sorry low back design 也是different的 嗯 然后长得比较高大的 如果他们要选low back 的话 适合的cutting也是different 嗯 其实那个是衣服的剪裁 就是那个比例 一般上label的衣服的话 我们是做 啊 腰身会比一般 礼服你看到的 会稍微短一点点 因为Asia的brite 通常的高度 都是在 150到16168左右的 那个高度 不会是按摩的那种肩 所以我们的腰身 不会做的特别长 看起来那个比例 好像 腰虽然看起来很细 可是你就觉得 整个人有一点短短的 嗯 所以我们的腰身 其实做的不错的 如果不伤心的话 可以 make appointments 下来try 嗯 我们可以请make 帮你选美美的衣服 最近Customer是比较喜欢怎么样 款式 任意比较多 对 他们下来选衣服的时候 就是要比较mermic cut 然后又要有low low weight的 哦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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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每个顾客都会不一样 要的东西都会不一样 因为有些又要princess girl 嗯 但你自己呢 你自己 哦 sorry 有一点 对 technical problem 发生了一点故障 有一点卡到 嗯 因为美琳的手卡进了 哈哈哈 哈哈哈 嗯 ok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before我们 end今天的conversation 没有 应该没有什么啦 有什么问题要问的话 可以继续留言发问 然后记得share我们的post like我们的post 就会赢那个书 我们会抽一个幸运儿出来 嗯 然后会得到美琳的亲笔签名 哈哈哈 所以如果你们可能 没有啦 我会加钱在那个post it 你们可以失掉的 如果你们可能对 怎么样选wedding gang 或者不懂自己适合怎么样的cutting 的wedding dress actually 如果你们ok to fix appointment 下来我们可以跟你们有一个consultation consultation的session 对 so如果是assisting customer when你们下来 选衣服的时候 我们brider specialist 都会advise你们的 嗯 我们的consultation session都是free的 哦不用还钱的 然后我们也会跟你 勾出你的身形啊 然后你适合这样子的衣服 会给你试几件衣服 看看那个cutting 也是 嗯 这个是我们provide的service啦 对 so如果你们有什么 想要了解的话 也可以trop 我们一个message so我们的next topic 可以讲 是 或者是你们对这个行业啦 就是说 有什么想要了解 想要知道的东西 也是可以留言给我们 等于我们下一次做live的话 就会尽量cover你们的topic 对 so我们会每个星期四八点 同样时间 嗯 ok 今天就到此为止啦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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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我不要关掉 给他们尴尬 哈哈哈 我关一下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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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